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廖力是荆州本地人 武陵郡林园人 刘备占据荆州担任荆州牧时 廖力被刘备任命为从事 周牧的从事又称之中从事 是州里主长人士的署官 是仅次于周牧别家的州政府高级官员 后来又被刘备提拔为长沙郡太守 当时廖力连三十岁都不到 绝对是年少得志 起点极高 刘备的地盘并不大 他治下的各郡太守都由重要人员担任 打下一周后 法征为蜀郡太守 诸葛亮为一周郡太守 张飞为巴西郡太守 李延为钱为郡太守 向朗为张科郡太守 廖力担任长沙太守 以上述这些太守还早 当时蒋婉的职务还只是广都县长 匪夷还没入室 廖力的资历确实够深 廖力甚至被诸葛亮吹捧到和庞统平起平坐的地位 《三国志》记载 先主入属 诸葛亮镇京土 孙权前史通好于廖 因为世人皆谁相经为者 廖达曰 庞统廖力处之良才 当赞兴事业者也 当然诸葛亮的话不能全信 首先诸葛亮在顺从刘备意见方面是有不良记录的 刘备进入成都纵容手下瓜分 一周官雅俯库 诸葛亮就没有发声音 有人希望诸葛亮弹劾法证 因为法证是刘备的宠臣 诸葛亮再次失声 刘备发起一灵之战 诸葛亮也没有发表反对意见 其次 在后来清算料理时 诸葛亮并没有对料理有任何的照顾 关爱 其实料理不过是评点了一下 先主和不少大臣 表达了一通你们都不行 只有我罪行的胡话 也不是什么大罪 却被直接消之为民了 由此可见 诸葛亮内心未必对料理有多少认可 之前吹捧料理只是因为刘备看中料理而已 可就是这么一个被刘备看中的重要年轻干部 却很快演出了一场丢人的丑剧 刘备攻取一周以后 孙权要求还荆州归还长沙 玲玲 贵阳三郡 于是孙权派吕蒙领兵前去夺取三郡 料理担任太守的长沙郡和贵阳郡居然不战而降 料理一个人脱身逃走 自己回到刘备那里 当时的局势是长沙郡在玲玲郡的东面 更靠近东屋的势力范围 如果长沙郡组织抵抗 就能为玲玲郡争取更多的准备时间 事实上在长沙郡和贵阳郡都不战而降之后 玲玲郡太守豪普一开始还是在坚持抵抗的 如果长沙郡也不降 玲玲与长沙互为呼应 很可能坚持更长的时间 刘备当时已经从义州回到荆州公安 并派关羽带三万兵到易阳准备救援三郡 豪普被好友政权之所骗 以为刘备还在汉中 关羽还在南郡 无人来源 加上邻居两郡都已投降 豪普只能投降了吕蒙 如果料理能够在长沙郡多坚持一段时间 估计豪普就不会投降 大家都能等来留官的援军 三郡不失 可能也就没有后来的滑香水而知 孙刘平分荆州了 刘备失去一半的荆州 实力大受损失 之前诸葛亮曾在贵阳零零长沙三郡主管税收工作 可见这里是刘备势力的重要后方基地 打仗还是要靠前 梁志称没有了地盘 总体能力就相应下降 而且由于划掉半个荆州 使荆州的防御纵身大大压缩 后来在关羽 施荆州的过程中 吕蒙白衣渡江 非常快就能抵达江陵 公安等荆州重要据点 让关羽回撤 刘备救援都来不及 因此从以上两个意义来说 料理不战而降丢长沙 比马素施皆亭的后果更严重 更恶劣 更为可笑的是 料理之身逃回一州 居然没有受到刘备的责罚 转而被任命为八郡太守 刘备为汉中王 征召料理为士忠 刘蝉继位为帝 料理被调任长水校尉 料理非但不忏悔自己丢失长沙郡的过失 还觉得自己资格老 现有官职低了 他甚至认为他的官职应该比理言高 尽次于诸葛亮 后来料理自是奇才 满腹牢骚 公然批评刘备一再失策 导致荆州覆灭 关羽身死 遗灵之败 损兵折将等等 他还诽谤众臣 把关羽 向朗 文公 窝掩之 王连都骂了一通 最终被蒋婉等人举报 料理被诸葛亮罢为平民 直到诸葛亮去世 直到料理去世 料理都没有重新被启用 给别人送一项 并没有人送一项 因为我只顾你自己想得的 ripe 对 正之在 都没有人送一项 我只顾 相声 actions 皓 表 不好 做真的 让你帮助 你觉得方面 今晚 能不能 你